小林玩具 今天要去买人家拜年 我穿什么好呢 就穿这个好了 真是不能忍 为什么 看你裤子都卷起来 帽子把视线都遮挡完了 还要每天都穿个拖鞋 你这个样子还要去给奶奶拜年 这样合适吗 那又怎样 我这样我舒服 但是去见长辈 基本的礼仪还是要有的 怎么能这么随便的 巴拉比利嘿 门怎么打不开了 你要完成我给你的测试才能出去 巴拉比利嘿 这是我 第一个场景 要和小伙伴们去游乐园玩 应该穿什么呢 用这些做衣服吗 我可是点子王 看我的吧 小色 新 fitted 新 Vielen 新 好看 小臣 你想想 你要去爬上爬下的玩 还带一个项链 是不是会很不方便呢 去玩的话 当然要以方便舒适为主 原来是这样啊 第二种场景 你的生日派对 应该穿什么衣服 哇 你的生日太棒了 粉色 哇 哇 好漂亮啊 怎么样 这次可没有带项链哦 是吗 但是似乎不太行了 因为是和朋友一起玩的生日派对 所以有一些适当的装饰是可以的 啊 原来是这样 第三个场景 去奶奶家玩 这个吗 看我的 红色 再给裙子一点装饰吧 这次呢 不仅没有戴帽子 也没有穿得拉里拉胎 并且呢 选择了适合春节的颜色哟 嗯 这次嘛 非常棒 成功 发了比利嘿 我现在明白了 在选择穿着的时候 一定要先想 我要去哪 去见谁 这样才不会选错 谢谢你了老师 那夏天 你去奶奶家玩的愉快哦 下次可别乱穿衣服了 啊哈哈 呦 嘿嘿嘿嘿 呦 哈哈哈 嗯 最近